我是湖南花,是洪山森林动物园的第一代饲养员 今天带大家逛一逛洪山动物园,这是我工作二十年的地方 这个是我们的亚洲巷 我们狼馆的这个环境,农舍的这个福利特别好 我再跳一下 好可爱 这个豹纹特别好看 我觉得他们在我们这个环境里面,过得还是非常幸福的 现在带大家来到这个星星馆 这是我曾经待了很长时间的场馆 对她非常有感情 可以说今天来,就是看老朋友来了 她对我有感情 因为当时我对她特别照顾 有一段时间,她肠胃不太好 我就拿熬西饭给她吃,她也特别喜欢吃 小彤 你知道她这什么意思吗? 她在给我做友好的问候 而且好像你也老了 好像都咋白胡子了嘛 二十年的时候就是一个空场地 没有这么多漆架 现在就是完全不一样的 就非常丰富 你可以看到 这边星星想爬高就可以爬高 想躲避就可以躲避 这小不点 快点 快点 今天你们出来蛮早的 你要饿的? 要饿的 要饿的 那您这个 我妈最喜欢看个综艺 不是,看综艺 车叫人 动物狮子 动物狮子 就是跟动物狮子 关系的,她每次都在 反正我也觉得也不难看 那就看吧 就是有一点不好 你每次放的都是脚马 都看腻 脚马迁徙 就是天天迁来迁徙的 也不放点别的 我每天都会来 借我女儿放学啊 很正常的 孩子都是父母的宝 陪伴也是最好的方式 我觉得 这其实和养动物是一样的 这个陪伴 不仅是每天 给她 勤快地打扫卫生 还有更重要的是 观察 倾听啊 我花过来 都在吗 聊什么呢 来来来 这个名 嗯 已经满月了是吧 快了,还有两天满月 你看你 从黑影馆移开这么多年了 回来看看名 挺好的 挺幸运的 然后 你呢 我觉得 我觉得 要不然就叫 钢豆 钢豆 要不然就叫金豆 金豆 甚至个女孩的话 我们叫金豆 我觉得呢 铁豆 比较接地气 有几个呢 五个名字了吧 五个 五个名字可以给她选 来 那好 前边啊 这是 尖豆 好好 糖豆 小酒 铁豆 好好看 小酒 铁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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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想要铁豆了 他就想要铁豆了 铁豆 铁豆 这个给他留个证据 铁豆 太喜欢了是吧 嗯 我是孙燕霞 也是第二代饲养员 14年呢 我从胡姐她们手里 接过了养猩猩的重担 开始了我的养猩之路 我现在呢 是灵长片区的主管 负责我们动物园 几乎所有灵长类的饲养管理工作 我跟黑猩猩啊 时长比较相细吧 我比较喜欢她们 她们可能也比较喜欢我 她是 她是既怕她老婆 又非常的保护她老婆 我们这边好大部分的动物 都是怕老婆 都是老婆先吃老公后吃 你们要多学一学 这个就是我们10月24号出生的 一只小宝宝 因为它 这个小山 它前两胎就是包括那个 还有那边的乌豆是她的前两胎 她都不会带 因为前两个我们做了很多的工作 就包括她引入回她这个群体 让她学会怎么当妈妈 然后让她的老公和她的孩子 她的亲生儿子陪着她生产 最后这一胎 这一胎是她的第三胎 她就成功地带了 所以我们就是要加强她的一个观察 虽然是第三次当妈 但是是第一次自己带 谁带她 谁带她 我带她 需要抱一个东西找安全感 因为她刚才滑了一脚 所以她就感觉有一点沮丧 我们黑猩猩还非常肯这个榴莲的壳 好 好 好大一块 要尝尝吗 她给吐了出来 我觉得我对于动物饲养的这个过程当中 印象最深的那肯定还是饲养黑性的这个过程 刚来没多久的时候 我可能情绪不是很好的时候 然后在她玻璃面前站一下 她会隔着玻璃来抚摸我脸的位置 瞬间就把你这个心情给治愈了 她现在的表情就是开心笑的表情 我只是养几十个动物 我对他们的这个饲养的过程和管理的过程 能够影响到身边的人更正确的态度去看待动物 看待环境和我们人类的关系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值得自豪的事情 还是很优秀的姑娘 要奸婚吗 对啊 我去同库 我也在这儿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这个孙燕霞还是一个单身 他是一个非常温柔 非常善良的一个姑娘 她值得拥有一个最好的家 主要是我妈着急 我绝对是不能在电话里 和她聊这个话题的 医疗就会吵架 我们如果要起一次争执的话 就会很长很长时间 不会再讨论这个话题 我不排斥 但是我没办法 因为要满足爹妈的这个想法 去随便找一个人 就对不了下半辈子 我觉得还是不可能 随着年龄的增长 近两年我觉得我的日常生活 还是比较单调的 我的注意力它就是在工作上 可能就更多的就是两点一线 那我们继续喝两顿 来一项喝的是积极的 但是今天上午 从五十段睡的时间 蛮长的 那两顿喝是喝完的 喝得很慢 它都老丑 我是张帅 九五后 是红山森林动物园 新一代饲养员 也是孙燕霞的班组成员 我目前的工作港点 是在新兴育幼市 专门饲养因为各种原因 导致新兴妈妈 无法带宝宝的场所 从他一出生到现在 一直都是我们陪伴着 所以我们就直接晚上睡在这里 每天就是可能休息一会起来 再给他们喂奶 每天晚上有三顿奶 是八点 第二天零点 然后是早晨四点 是这样三顿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回去再回来 家都住得还蛮远的 本身也是很喜欢小动物 所以才选择这个专业 他们现在需要我 那我就必须坚持在这个岗位 放开它 这是我在找之前 这个小长币员和小毛利主 刚来到育幼市的时候的照片 这是刚出生第一天的时候的照片 大千的花花世界 就是目前让我选择 我肯定还是选择留在这里 起码要把我的小宝王们 都养大了再说 看他们在自己怀里玩得很开心 然后看到你把他们放下了 他会咽咽咽地叫 想着说你再过来抱抱我 其实这个过程就是很治愈的 就像打开家门 会有人在家里等着你是一样的道理 在我来到动物园之后 让我意识到人和动物之间 是有一个很紧密的关系的 我也想让人们对动物保护的理解 更深层次一点 这些动物们其实都不渺小 我们不能只是站在人自己的角度 要站在整个世界的角落 才能够可持续地发展 你好 你好 来直播 好 我们欢迎我们进直播间的 各位网友们变化挺大的 就一周一周的 孩子长得很快 感谢我们直播间的网友们 为我们送出的这些小礼物 然后也感谢大家 为我们动物园的动物福利 和动物保护献出的爱心 因为现在大家 并不是都有机会来到我们园参观的 直播是一个 可以让世界了解我们动物的一个窗口 向大家科普 用我们自己的方式来保护我们的生态平衡 从我们的育幼室 带大家一起去到整个红山动物园 他在肥里面放了一个屁之后 全国人 对 我都认识他了 中国猫科馆的爆哈哈 根本的静态势力真的是相当的差 我们那个耳朵就跟听线一样 更好的人接受这些 捕食者的那些行动 我觉得我们可能都有一种热情吧 我们管胡乱花那种叫老师傅 他会给你很多经验上的东西 我们这一批的话 可能更多的就是从经验到理论上 更科学的方法去对待动物 张帅他们这种确实就是需要这一代人的金鲜血液啊 去传承对动物的爱 二十年 我看到动物园越来越好 我很开心 我们想要不断去影响身边的人 让大家更正确地看待动物环境和人的关系 也会有人质疑我们直播炒作 但我们会坚持我们认为对的事情 我们不是为了让人们成为动物的观赏者 而是共生者 保护者 直到动物园不再被需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找到生活该有的样子 简单的陪伴 长生的告白 心中拥惑 就不迷失